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暑期六部新剧来袭,全是大制作,赵丽颖杨子李献凑齐了。 每年一到暑假,好剧就将一部接着一部来袭, 今年阵容尤其豪华,六部即将上线的新剧都是大制作, 各有各的亮点,看点颇风。 6月15日两部新剧将播。 近日,李献和春夏主演的年代剧《人生若如初见》是出导演特辑, 并将在6月15日登陆《湖南卫视》上新播出。 在片花中,导演说,时代洪流下的这些人物命运爱恨情仇, 不是那种细说的感觉,他们这一代人能不能完成这样的事情, 可能都不那么重要。 即便他们看不到光,也要为了有光的方向去努力, 人生若如初见将呈现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人聚在一起, 仿佛是大学同学一般亲近, 他们面对人生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呈现出不一样的精彩人生。 作为一部群像戏,李宪、春夏、魏大勋、朱亚文等主演们都十分贴近那个时代, 半相造型一出就充满了时代质感,让人被感期待。 此外,这部剧还注重还原那个时代的风土人情和文化。 正如李诚如演员所说的,他导演对这段历史研究得很透彻。 魏大勋也对导演给出了高评价,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导演, 给的表演的指导、状态的分析、台词的解读,他都把握得不错。 总的来说,这部剧的质感、浮道化、滤镜运用、演员适配度等都是值得期待的亮点, 正如预告所见,仿佛导演用尽了毕生所学去展示了属于那个年代的故事, 而且呈现得十分自然。 同日,张新成与邓家家主演的悬疑剧《回廊亭》也将在15日登陆优酷独播。 据悉,这部剧是改编自东野归吾的推理小说《回廊亭》杀人事件, 剧本质量是非常在线的。 这部剧最大的亮点在于这部剧的悬疑氛围感, 从预告可见,这部剧既有美好的爱情故事, 也有疯狂的背叛,还有隐藏的阴谋, 单纯围绕着两位主角展开的悬疑故事设定十分吸睛。 虽然是一部悬疑剧, 但是剧中张新成和邓家家的亲密戏片段还是比较丰富的, 只不过配上惊悚的配乐之后, 显得有些紧张刺激, 让人越看越好奇, 期待张新成和邓家家的演绎。 杨子和赵丽颖将隔空对打。 目前,杨子和成一主演的S级古装剧《沉香如蟹》暂定在6月24日上线优酷。 而赵丽颖主演的传奇剧《幸福到万家》将在6月28日登陆, 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双星联播。 两位都是国名度超高的女演员, 杨子演绎的《欢乐送亲爱的热爱的》都是经典爆款剧, 前段时间播出的《余生请多指教》也受到了观众好评。 这次杨子在《沉香如蟹》中扮演的是上古裔足寺《夜汉淡炎淡》, 他扮演的这个小仙拳身上下都是医药至宝。 他在一番历练后顺利化形为人, 并与应渊帝君成义饰演开启了一段虐恋故事。 从新剧造型来看, 杨子的服装颜色很丰富, 发型头饰和妆容也比较耐看, 总体看还是非常有质感的。 前期的《严淡》是一位非常活泼可爱的小仙, 但是后期经历了爱情的伤害后变得强大了起来, 前后期的造型也有较大的差距, 这样的反差设定看点还是很多的。 赵丽颖此次在《幸福到万家》中扮演的是农村女人和幸福一角, 她性格勤劳勇敢, 为人正直果敢, 是新时代女性的典范。 这次赵丽颖在剧中的扮相以朴素为主, 复古的衣裳, 简单的马尾, 却有种最自然真挚的美感。 《幸福到万家》的开端是和幸福刚嫁到万家庄, 妹妹遭遇婚闹受到了羞辱, 她便在婚宴上砸伤了村支书的儿子, 于是声名远扬。 后来, 万家庄又要征用幸福家的耕地, 她对部公堂丝毫不畏惧, 最后拿到了补偿。 当她生产的时候, 又遭遇了大出血, 总之和幸福的生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巨大的压力下, 和幸福选择和丈夫进城打拼, 最后和幸福回乡办起了民宿, 带动了当地经济, 成为了万家庄新的带领人。 一部是爱情古装剧, 一部是女性传奇剧, 不同的题材类型, 受众群体完全不同。 这样的两部剧同期上线, 哪一部会更讨喜呢? 这无疑是最大的一个看点, 期待开播。 暑期荡的天下是古装剧的。 除了沉香如蟹之外, 7月份还将有两部古装剧带上线, 一部是于书新, 王鹤帝主要的古装爱情剧《苍蓝绝》。 还有一部是吴磊, 赵露丝主演的古装爱情剧《星汉灿烂》。 《苍蓝绝》以为美帝福道化和氛围感吸睛, 这部剧无论是海暴徒还是预告片, 都能够体现这部剧男女主演的精美装造, 给人非常扬眼的视觉呈现。 而《星汉灿烂》则以阵容取胜, 这部剧集齐了当红青年吴磊、 赵露丝、徐娇、张月等熟联演员, 还有郭涛、曾黎、宝剑峰等老牌演员。 整部剧的主要演员演只是十分在线的, 古装式配度也很高, 总体来看值得期待。 暑期将播出的六部新剧, 都是亮眼的好剧。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